大浪打上堤防十分猛烈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东上午渔港掀起七八公尺巨浪 十分危险 另外南方澳秦仁湾也掀起风浪 海巡队道场劝导关浪民众撤离 宜兰乌石港花莲七星潭也开始下起雨 一阵一阵的 蓝雨甚至侧道七米浪高 超过巨浪警戒 目前台风杜苏瑞在鹅软鼻南方 约三百三十公里海面上 每小时十四公里速度 以西北转北北溪进行 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达三百公里 气象局持续针对台南高雄 屏东还有台东地区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 根据资料暴风圈侵袭几率 恒春百分之九十八 高雄是百分之九十五 最快午后暴风圈就会碰触到 恒春半岛 十个县市要严防豪大雨 尤其跨东包含蓝雨绿岛 可能出现大豪雨 亮起红色灯号 另外根据二十四小时雨量预测 花东山趋势全台最高 居民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台东恒春半岛的风雨会越来越明显 在恒春半岛在今天早上 就有机会出现十级的阵风 而台东的话在今天下午过后 也会有十级的阵风出现 截至上午十点国内线航班 四十七个价次取消 国际济两岸航线四个价次取消 船班部分十七个航线 共一百二十七个航次停驶 有相关行程的民众要随时注意交通资讯 越晚雨时越大 不能轻忽 这里请杨宗燕综合报道